香港现在变消息变新闻,天天看不同的消息 例如星岛、南华早报、领一全部都讲消息 讲什么消息呢,就讲现在究竟香港会否禁足 传闻强检究竟是怎样做 一时政府首先说跟澳门参照他的方法,用身份证 亦都没有说会禁足,开始公布 但实际上三月,三月几时一直都没有说 坊间也有不少的传言,去到星期一一朝早突然间 本身在之前的周末就已经很多人心惶惶 不断走去一些超市、街市,不断来买鲜肉、冻肉、蔬菜、水果、奶、鸡蛋 被抢购一空,很多地方的超市,很多片很多照片 大家看到空空如雅 以为一朝早陈兆史去接受访问,会去澄清这些谣言 因为你一听,你都知道那些基本上都是留的 又是立法会,又有什么法律界人士在说 又或者已经是禁足他七天了,通过了,他又那样 政府官员看到周末不断传这些东西,超市街市不断在抢购 那条队长到你知道这样排队随时有感染风险的 竟然陈兆史在访问是没有澄清这些事 还要火上加油,现在就不排除禁足 陈兆史你禁足就禁足,你不禁就不禁 不要说什么不排除,之前就没有说要禁的 自从这个上面九千人的团队下来,就访问他们那些领军的人物 他说,其实如果要做全民抢贱,背后禁足效果会好些 不知是否人家说完之后,第二天你陈兆史就不排除禁足 喂你政府说话可不可以实实一点,会就会,不会就不会 这头的人已经很害怕了,冰方买乱他这么狠 不断去超市抢费,你不说还以为不知发生他什么事 这头已经在排队做检测,他少了,这头就要排队排超市 天天都要排队,即是香港人有发生什么事,他这么惨 好了,很多人听信谣言,为什么对政府不信任 都不知道你是不是,就算你出来说不是 过两天都随时会是,之前你说停货那些谣言你 过两天你就宣布了,小学幼稚园又停货 之前你林郑说了几次,不会做全民强检 你说这些是口号而已,做不到的 那结果你现在又说做全民强检 之前有人说不会在家工作,暂时没有考虑 过一排又会在家工作了 而且你看到势头是不断上升的时候 你都是出来说,暂时不想这个在家工作 是永远这些东西都是万十拍之余,就变来变去 就是变变变变,就是变到大家完全无所适从 这些东西是朝乱直改的 好了,陈少使早上不是出来澄清谣言 反而是火上加油,令到市民一听 哇,就是禁足了,要禁几天,会不会禁整个月 会不会封城,于是就走去蜂蜢去抢了 好了,去到下午,以为突然间林郑月娥有八分钟的 讲话出来,视像讲话,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平时禁足开几招,星期一突然又不开 好了,如果你不在清衣出现,人们会怀疑你都不知道是否进了招 你林郑月娥有八分钟的讲话,大家去听 谁知道八分钟的讲话又是没有澄清谣言 我以为这么紧急有八分钟的讲话就是 大家真的不要相信,不要去超市买东西 或者不要这样一窩蜂,因为这样会增加了感染风险 这么多人在聚集,原来你在说全民强检 听完之后,为什么听完和没有听是没有分别的呢 他说的那些包括建了什么方中医院 那些全部平时政策讲过,不用你重复 现在你林郑不是新闻报道员 不是做这个新闻的总结 就是说你有什么措施,讲过了 好了,究竟三月什么时候 你三月的客人都知道三月 昨天也要月月十八号,就是你讲的时候 难道你什么,难道你讲完之后 即是立刻就实行,客人都知道三月 不用你再重复,好了,然后是没有讲日子 然后你的细节都没有讲 连会不会禁足你都没有讲 会就会,不会就不会,你说出来 是不是 你竟然又不澄清,好了,以为你澄清谣言 等大家不用去疯狂地去抢购东西 我又不是,原来澄清谣言 就等到再晚些,立法会那边被输属 才出来澄清 那我不知道你林郑,浪费时间 大家浪费了大家补贵八分钟 去看你的样子,很好看啊 然后你就在那里讲的东西 完全都没有解决市民的疑虑 好了,就讲了一样东西,多了一样新意 就说现在我们从线而预留了,听到很多意见 就说不需要根据这个年份去分了,就根据身份证 之前就说参照澳门方法,突然澳门方法又不用 那你想怎样呢,这些东西是变来变去 而且会不会封城大家都怕,怕些什么呢 怕家里不够罐头,对大佬,关于封不封城 好像2月12日,2月12日一日之内 三个官员讲法都不同的,李家超就说 不考虑封城,这些真是做不到的 接着去到这个,就是陈少使就说不希望封城 徐乐坚卫生防护他中心,就是这个不排除封城 过三日,15号,林郑月娥就说,不会大规模去封城 这些东西就说到一时一样,很厉害 去到你政府又是澄清这些谣言,说会第一时间他澄清 结果就是所谓第一时间,是隔了两天才出来澄清 市民抢已经抢了两天,朝早加上陈少使在这儿,火上加油 知不知道什么是第一时间,政府有标准 譬如要求警方有谣言就两个小时之内 搞到这件事连民建联都出来他怨你,都说他有问题 然后这些东西慢到快狠进一点,就是慢到几十拍 隔了两天才出来澄清,这不是第一时间 已经造成了混乱和恐慌,政府就是这样了 然后你就看看,他现在晚上有些传媒出来说 究竟说三成三就是九日,有些说三成五,有些说三成七 有些就可能会被你出去做这个买外卖的 有些说不是,只是被你出去超市去买的 都还没想到心思,到第二天,传出可能连公共交通都封了 因为现在说地铁,如果有时确认多人,可能个别的站都要关闭 是搞到人心惶惶,你政府好不好做出来一次过说 每个就知道牙膏说些,说些不说些,然后说的次数都不同 有些是三成七日,有些说可能又不用 你政府一次过说好不好,就好像你政府做事 前排三个专家出来说医院爆满了,麻烦你修改那些出院的准车 张竹军说暂时不考虑,第二天他修改了,然后 我因为都知道不行,这样是根据CT值,不是根据他临床 就是医生的判断,是搞到很多老人家全部在地下很惨 旁边就是尸体,即是在急诊室很混乱,生人死人就把同一间房 然后你政府现在快速代替这个强检,问题又在哪呢 问题原来你讲完之后,星期五就出新闻稿 记招突然陈兆史他才说,都慢了给民建联刘国勋谴责你了 就是民建联差不多隔两天就开了一些市场的记招 不断追着林郑政府来咬,徐英伟辞职之后 那很多市民打算快速检测就在网上填表了 好了,去到星期一就出新闻了,有十二万,在三日之内 原来有六万五千是那些或者快速检测就阳性通知他政府 等你政府去确诊,怎么知道原来那个系统 不是给那些快速检测程阳性的人去填,是给政府说你确诊 你填你家人的资料,方便去统计的密切接触者 那原来政府这个系统是还没搞定的,是说要等多几天的 那你没搞定就不要说出来了,平时的东西这么慢 这些东西你又愣快,究竟应该要快的时候就不快 应该慢一点,等到你搞定这系统 一次我公布出来,新闻稿又好,记招和系统 是同一时间发出来,那就不会混乱了,市民又不会填错了 好了,填错了没看新闻的,可能有六万五千多人就不知道了 那然后他一直在那里等你卫生署的确诊,等你卫生署指示 等你派那些手环,一直等不到的了,没看新闻那些他怎么办呢 我们政府是自己制造混乱,那些东西就朝令夕改,玩到市民惨 还有,我们学生网上,文字幕做不举手 你看完蛋讲的,我们还在内部,这个怎么办 还在团队里面,这些东西就有一些东西就出演了